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该发动机在此次测试任务里不仅性能达到了预期的要求 且证明了其自身拥有较好的可靠性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研发的这款新一代XA100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一大特点 便是其自身使用了自适应变循环技术 也就是说XA100是一款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从技术原理而言 含用自适应变循环技术的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是在普通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一种 应用全新工作体制的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其一般是将吸入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内的气流 分在了三个可以自由变换大小直径的含道内 并通过一定的固定组合搭配和计算机任务规划分配方式 来让发动机在任意工作时刻 都能达到一个其最佳的工作状态 因此当飞机在使用上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之后 便能将自身包括速度、机动性、载核、航程等在内的性能 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档次水平 从而也能大幅度增强飞机自身的整体性能水平 而也正因为如此 包括美国在内的等多式军事强国 其在近年来都十分尽力地在发展自己新一代 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技术 当然像美国这样的航空工业强国 其实早在当年的SR-271黑鸟侦察机上的航空发动机上 使用过自适应变循环技术 因此在这样的技术积累下 它如今自然能够很快研发出 XA-100这样的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只不过彼时的SR-271黑鸟侦察机上采用的 惠普杰581只是一款自适应变循环涡轮喷气式航空发动机 整体技术是无法与如今的XA-100这样的 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相比的 而具体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XA-100 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它自身拥有的实际技术水平而言 其加力推力已经达到了20吨级别 而就在此前的战斗机上应用过的加力推力 可达18吨的最强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F-135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要强出不少 同时XA-100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还拥有高达25%的燃油使用效率 且在全包线内的使用性能都超过了曾经的预期指标 此外由于XA-100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整体尺寸 与F-135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基本相同 因此未来也就能很方便的让F-135系列隐身战斗机进行使用 加上XA-100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机 能进行一定的缩小 由此此前包括F-22A、F-15系列、F-16系列在内的多种战斗机 也都拥有使用这一项技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可能性 同时目前美国在研的下一代战斗机也有很大概率会使用上 XA-100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期美军的一众战斗机也都会在这样一款 先进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帮助下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 但反光我们以媒体目前公布的消息推测 目前我国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的整体性能水平 传说只相当于F-135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上一代产品 F-119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如今XA-100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的试验成功 必然会加大了在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领域我们与它国间的差距 因而我们只有在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领域下更大的功夫与气力 并在之后研制属于我国自己的新一代自适应变循环涡轮风扇航空发动机 方能不被美国落后太多 美国宣布六代机专属发动机已完成 性能远超F-135 我国还要多久 美国通用已经完成了第一台变循环航空发动机圆形机的测试 性能强于F-35B正在使用的F-135 有人称这是美军在为第六代机做准备 看来我国也要加速了 我国的歼20一直被西方说发动机有问题 如果有了这种发动机就不是问题了 我国的六代机专属发动机还有多久才能研制成功 美国对于六代机的要求比五代机更严格 首先要求更加远的航程和更加长久的巡航能力 这就需要发动机油耗更低阻力更小 能力更强 要求六代机的作战半径达到2000公里以上 这个比目前的F-35的作战半径大了近一倍 其次是要求使用激光武器 微波武器 战机向多电全电方向发展 而这些电力的提供同样也离不开高性能的发动机 也就是说发动机不仅仅能够提供推力 还要负担全机武器设备的供电任务 总结起来就是要求六代机提供飞得远跑得快油耗低 供电强大的发动机 看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为此 未来的六代机发动机既要有超过音速条件下窝喷高推力的特点 又要有油价音速条件下窝扇低油耗特点 显然目前的发动机根本做不到这种互相矛盾的性能 而兼顾窝喷窝扇发动机特点的变循环式的发动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该发动机含道比是可变可调的 高速时含道比变小推力大 低速时含道比变大油耗低 整体上这样的设计就可以满足六代机在动力方面保持对五代机的优势 美国通用的这种变循环发动机可以使飞机的提供时间提高50% 航程增加35% 油耗减少25% 推力增加10% 散热效率增加60%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是战斗机发动机发展的未来 它充分结合了大含道比的燃油经济性和小含道比的机动性 可极大增强战斗机航程 变循环虽说原理很简单 但是基础工业工程经验和系统集成能力才是技术成败关键 欧美有基础但是缺少需求 现在逐渐有些苗头了 我国有一定的基础也有需求 期待早日赶上来 中航发动机副总裁张建曾表示 我国变循环发动机目前正处于研制阶段 变循环发动机是未来六代机的动力 我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用的就是变循环发动机 但是用到五代歼20上技术还不成熟 中国发动机最大的弱点是寿命段 跟西方特别是美国比差距明显 在高超音速飞行器上不明显 因为其发动机寿命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但是安装到战斗机上就不行了 还需要继续优化 变循环发动机优点很多 要是成功运用在歼20上 能大大提高了歼20的性能 也解决了六代机的心脏问题 一举多得 变循环发动机都说好 但研发难度确实很大 美国也想着把F22和F35装上变循环发动机 所以目前在变循环发动机的增推项目上发力 以我国目前的涡扇发动机实力来看 歼20这一代是用不上了 歼20缺的不是变循环发动机 而是涡扇15这样的大推动比适量发动机 变循环发动机 那应该是给下一代战机准备的 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 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一个瓶颈 难以去迈入新领域 正是因为这样 我国企业看中了罗罗公司 想要和罗罗进行发动机合作 这样一来 我们能够获得发动机技术 罗罗能够赚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可谓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但是谁能想到 即便是已经面临大量经济亏损的状况下 罗罗也不愿与中企进行合作 如今市场更是被媒体不断抢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罗公司作为一家具有 百年历史的航空公司 其航空发动机制造 不过是其中一个项目而已 但是由于早些年 其发动机的综合性条件优秀 所以算是以发动机制造而打响名号的 但是之后由于经营不善 以及技术落后等问题 罗罗一直制造不出 当时盛行的三代机 这使得罗罗在当时已经逐渐 失去了大量市场 在之后 由于资金越来越不足 罗罗不仅飞机卖不出去 连发动机也无人问津了 而此时 另一边的美国通用电器 以及俄罗斯的联合发动机制造公司的生意 越来越火热 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生产技术相较于其他公司落后 罗罗的很多市场都被媒体所抢完了 生意难以维持下去的罗罗 一度面临到了破产的地步 而正在这时 我国企业伸出手 想要拉他们一把 当然我们也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这对罗罗来说 也相当于算是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也一直认为 罗罗会愿意与我们进行合作的 但是结果 罗罗宁愿经济维持亏损 也不愿意与中企进行合作 最多也就是 同意了在民航发动机上进行交流 之后 有媒体猜测其原因 认为罗罗是碍于美国的原因 所以不能与中企进行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